有人說來到Jasper這條路是超容易撞到動物 是真的 又有紅啊 又有紅啊 看到這條啊 好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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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麼多風 ゆっくりする ゆっくりしゅー ゆっくりしゅー 早晨 我已經上車了 剛剛買了咖啡 今天就是去Jasper的第一天 我們是有兩天一夜會去Jasper 我今天的同伴 四關 Let's go let's go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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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站就來到這個Bow Lake 拍了一輛車 直接在前面就是這個Bow Lake 你要入鏡嗎 YouTuber 你要入鏡嗎 因為現在沒什麼風 所以湖面十分平靜 現在好像一幅畫似 大約兩分鐘左右 我們就又下車了 就去到這個 沒有是在拍我 沒有看到你的 哈哈 哈哈 我們又下車了 跟著就去到這個Bow Lake 嗨 嗨 外面不會太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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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到這個Bow Lake Lush 這裡了 拍著這個紅色的房子就到了 在第二個角度可以看到這個Bow Lake的地方 哇一走進來 看到一條橋就像不得了一定是 拍照的好地方 這裡 前面交通極多溫暖 因為有紅色 但我現在還沒看到在哪裡 這個紅 讓其他人可以通過 然後我們可以 噢 那裡有隻蝦蝦蝦蝦 慢速 就跟他一樣速度啊 我可以超過他車 但是我要等他開車先走 他快上來了 他快上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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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了大概5到10分鐘 就來到這裡 Payto Lake了 離開了Beth National Park 然後沿路去Jaspard的時候 會經過的兩個湖 一個就是剛才去的Bow Lake 另一個就是Payto Lake 現在是11點半左右 其實已經是拍滿了車 所以超多人都是這個時間 如果不想這麼迫的話 可能早一點過來會好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是 9點半在Lake Louis出發 所以過到這裡每個Sporting 半個小時 到這裡11點半都差不多 大概走了10分鐘左右 我想應該就到了 因為前面好像是觀景台 這裡就是觀景台 讓我看看有沒有很壯觀 這裡完全是第二個感覺 這裡可以走下去 原來再近一點拍照 我們剛剛穿了圍欄 在上面的觀景台下來了 這個位置是更近一點 這個角度看上去就真的漂亮了 我覺得 這個角度看上去就真的漂亮了 我覺得 有人說來到Jasper這條路是超容易撞到動物 是真的有紅 有有紅啊 有 對好標準喔 看到了 Ku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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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 KumaMon 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啊 好近啊 對好近喔 原來真的這麼容易看到有紅的 這是...這是Greasey Bear嗎? 有有有有 今天是一般的味道 天啊 你不是想要去那裡 有什麼 你應該是想要去那裡 誰...誰下著 還是想要去那裡 你應該不會被我 誰...誰下著 還是想要去那裡 這條路好像是很美的一條行路 這條93號公路其實沿路會有很多這些湖 這個就是Waterfall Lake 我們下一站去The Big Bang 來到這個The Big Bang 這個也是一個拍照的位置 真的純粹是 前面有個瀑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想這個位置不用花太多時間逗留在這裡 就是下面有一條公路 然後後面有一條瀑布 就是這樣 我想大家沿路駕車來的話就可以停一停 可能五分鐘拍照 大家都在補防曬 因為我們準備要走兩個小時的路 現在在The Big Bang開車櫃 大概五分鐘左右就到了這個 Parker Ridge的Trail Head 看到這個牌子就是入口了 2.4km走上去 行吧 行吧 哈哈 沿路走上來 這條路也是 挺開揚 不會說有很多東西block 我們剛才是走這些路仔上來 就走到衛蘭這裡 我們的目標是要上去上面的山頂 嘩好累 我們應該還有三分一的路程 就上去上面 太大風了 因為太大風的關係 我決定都是錄音 我們走到平原這個地方 就有左和右的方向 右邊就是繼續往上走 左邊就是向下邊走 我們首先走上去右邊的地方 就會有360度的景觀 還有看到一點點的Glacier 我給大家感受在這裡的強風 是有什麼 大家看一下你們 吹到不行了 哈哈 就是這麼多風 我們剛才就在人仔那裡走不上來 現在就走去那邊 嗨你好 給我蹬我的照片 哈哈 然後就在那裡 可以看到冰村 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都坐在這裡 因為後面就是冰村 這個位置看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帶點東西吃過來 然後坐在那裡 可能是15分鐘 現在是差不多3點鐘 其實我們是1點鬆一點走上來 然後在上面逗留了1個小時 拍照 然後休息一下 那現在3點鐘 準備下去了 我們上山是走這些小路上來 但是呢 下山就最好不好 這些小路走上來 原本都是比較斜 所以我們都是走回主要的 因為這裡就是枝紫形的走下去 好 不用半個小時 我們又走回來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應該 因為比我們原定的時間早了 所以 就應該現在就會開車直接去 Jasper的Downtown 然後就去酒店check-in 然後呢 然後呢 其實這條trail呢 在Alltrails這個app裡面 它寫它的難度是屬於heart 那但是其實我覺得 又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走 我還現在就要搶回一輛車 明明剛才才吃完的 但是走到那個山 還是覺得很餓 我們現在先去酒店check-in那村 那等一下就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會住哪間酒店 明天我們就會來這個Glaysers 我們加入了一個tour 就是明天會來 不知道坐那些旅遊車 在這裡遊覽一下 你們竟然會在這個蝦搭前後 哈哈 兩個台灣人竟然會懂這首歌 我們剛剛來到一個中途站 就是Atabasca Falls 原本是打算計劃明天去的 但是因為今天有點時間 所以現在就打算過去看一看 那明天就不用去了 Atabasca Falls 200米就到了 其實真的在前面 應該是 這個Full比起我上次在Bandang Town 那個Glaysers 感覺震撼很多 我想震撼十倍 我們原本是從對面拍過來 然後走過來 再近一點 直接看到水流的地方 大家看不看到水花在這個位置飛了 好了 我們留了20分鐘 到一圈 然後拍照之後 我們就準備走了 因為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多東西看 其實純粹只有一個步 繼續我們前往Jasper的行程 2 2 3 那裡也有4 5 對啊 有好多隻 後面那時候走過去 他要橫過馬路了 這裡有很多隻 剛剛看完我們的房間 那現在就出去吃東西 現在就打算開車去Jasper的Downtown 找點東西吃 吃完再回來享用一下酒店的設施 我們剛剛已經來到Jasper的Downtown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下車在路邊 然後就找點東西吃 我們想不到吃什麼 就隨便找點東西吃 這間Kimchi House 吃雅粥菜 因為吃西餐已經吃到鹽了 我們平時在Lake Louis那邊 OK 我的食物到了 我點了一個韓式的拌飯 然後餃子和烏冬 給我唸枝書 剛剛進了一間 在剛才吃的餐廳旁邊的雜貨店 然後就買了兩杯冰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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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淋 好 現在就回去了 整個Jasper給我的感覺就超級舒服 這裡 因為很開陽 沒有東西阻礙著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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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舒服 現在可以去游一下水 先去浸一下腳 打算 那我們今天就去了 很多地方 剛才吃完東西 然後回來去了游泳 現在沖完了 就準備睡覺 因為吃了太累了 然後明天看看可不可以 有機會看到日出 看看明天看不見 所以看日出 我們明天見 今晚又見 再加上眼睛 另外一邊 然後再加上眼睛 然後再加上眼睛 再加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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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眼睛